哈囉大家好 我是Roka 我是KUBA 我們今天要來幫媽媽做一個生日驚喜 今天呢 我們在想說 媽媽生日啊 要來送個什麼東西的 妳覺得送什麼比較好 按摩器 因為它有一個按摩器 它是咖啡色的 他說它很快就沒電了 嗯 就是電池壞掉了 嗯 所以我們的KUBA是推薦買一個按摩器 那其實我已經想蠻久了啦 因為我覺得這次的生日喔 算是意義蠻重大的 該有的物質我覺得都有啦 要再比較奢華一點的 好像又不是那麼的必須 像包包最近媽媽也有買一個山寨醫生的 嗯 對不對 我們有跟她去台中買一個山寨醫生的 她很喜歡 她現在每天幾乎都有背 其他東西我也不知道該送什麼比較好 我覺得按摩器算蠻實用的 對啊 按摩器就是它蠻常用到 因為 天天 對 妙妙是一個超喜歡按摩的人 然後我還有想到一個比較特別一點的企劃 就是啊 如果我把 妙妙的爸爸跟媽媽從宜蘭載回來 打開門呢 應該會有點驚喜吧 會吧 完蛋了 剛才阿公沒有接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他如果沒有直接打給我們 然後是打給妙妙 我們可能就爆了 怎麼辦 可惡可惡 我要先去剪頭髮一下 然後剪完之後呢 再來看看有沒有恢復 不然就我們再打來試 剪頭髮 等一下就出發 好 剪完頭髮了 我們現在要來出發宜蘭 你看阿公講嗎 我跟他講說我們等一下會聚在你們 然後阿公怎麼說 然後阿公怎麼說 阿公 阿公 然後後來有說好嗎 有啊 有喔 確定喔 會不會我們去阿公說沒有他來 沒有沒有 他有說好好好 好 我們就出發宜蘭 給妙妙一個驚喜 好啦 我們來阿嬤家了 等一下回去給媽媽一個驚喜 你覺得媽媽會嚇一跳 嚇爆 現在我們快到家了 然後天色已經暗了 希望說可以給妙妙一個 比較特別的驚喜 現在在等妙妙出來 他在全家裡面 我用鏡子拍攝 各位 庫巴幾句了 他跟我說你去哪裡喵喵 我說你喵喵喵 然後我跟他講說 有一個祕密 媽媽來了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太大的禮物了吧 因為物質的東西真的送不了 不知道要送什麼比較好一點 太誇張了 所以我想說 最後送親情 這個禮物叫親情 對 還好在外面要不然會掉眼淚 是嗎 是不要嗎 太突然了啦 然後我們現在來吃 臟壽司 妹妹最想吃的臟壽司 對 本來想說要吃個 西體牛排 可是庫巴就堅持 只要吃壽司 壽星是牛排掛的 壽星的女兒是壽司掛的 對 所以我們就是壽星的女兒為主 結果這次有怪到記得耶 柯南的活動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機會可以扭到一些 扭蛋 他這個甜點好多喔 有巧克力泡芙塔 然後這個山是有吃過還蠻好吃的 京都風的這個 感覺也不錯 我們點了三個這個 可以馬上就可以扭了 馬上就可以扭了 這個是迷你飯的分量 可以吃多一點 飯比較少 有沒有機會中咧 就這樣就又中了 就有給我禮物耶 太強了吧 這個 這個是灰原哀啦 灰原哀 這邊還有一個鹽味半熟蛋的生鮭魚巾 吃吃看好了 感覺蠻特別 還可以加蔥不加蔥 這個是蛋黃跟生鮭魚 看起來不錯 有加了一點點蔥花 所以他蠻期待的 好冰的感覺喔 口感不錯 蠻好吃的 庫巴的標準set 超標準的set 新的炸蝦 炸蝦捲 然後有的是有多一個醬料 有的沒有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大胃王 這個是不是也太多了吧 對 全部都是 妙妙一個人要來吃的 要來PK 生日快樂 好的吃一下吧 按照順序的12345盤 上面有號碼 然後這是照順序 然後這盤是第四盤 4 5 剛好收集到5個數字 看看有沒有要比較幸運 有可能 有可能 99% 都市傳說 過節 當機 當機欸 他被我拍到當機欸 他被我拍到當機欸 中了 過了 所以下次隨便投就好了 好不好 隨便投還中了一個 對啊 中了兩個 不知不覺要中一個了 太厲害了吧 給你投就有欸 對 我想要去買樂透 OK 怎麼變這種 不是歌難欸 壽司的 壽司的 壽司寵物的 他們自己家的 好啦也是可以 有中的就有幸運的 好啦 我們點了蛋糕了 媽媽 祝你生日快樂啊 謝謝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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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願環節 來了 第一個願望是 第一個願望 希望我們 大家可以健康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太老套 第二個願望 第二個願望 再給我 三十個願望 好 最後一個願望 非我老的酒 欸等一下 妳要自己講啊 妳不能只講好而已啊 要自己講吧 第二個願望是 希望爸爸媽媽 身體健康 謝謝 第三個願望 就在心裡面吧 吹蠟燭 喔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妳要祝媽媽身體健康喔 嗯 好 給妳講一次 媽媽先吃健康 欸妳沒有講祝 祝媽媽 祝媽媽 祝媽媽身體健康 永遠漂亮 多買一些玩具給我 我會乖乖的 多買一點玩具給我玩 多給我課金一點 那時候我會乖乖的上學 這個蛋糕看起來很讚耶 對 好啦 告一個段落 我們要帶妳爸爸媽媽回家 對 有感動嗎 有 欸快閃耶 其實我問妳爸他完全沒有什麼 就是那種猶豫的感覺 是完全沒有的 還蠻意外的 因為一般老人家要叫他 就是出遠門 快閃 不要啦 對啊 所以他這一次居然會打贏 而且來的時候其實我們蠻塞的 在宜蘭有一點塞 然後回來到台北這邊也塞 反正到家附近也都還在塞 因為都是下班時間 對對對 我想說到底要不要在家裡吃就好 幹嘛出去外面吃 然後妳說要出去外面吃 我覺得欸好奇怪喔 沒有 這是妹妹要求的 哭爸要求的 剛才在超商外面 就是全家走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欸怎麼那麼熟悉的背影 結果雖然是我爸媽 世人很多 要不然真的是不小心 真的會是會有點感動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又回到你家了 我今天跑了兩次欸 太強了 真的是辛苦了 不會不會不會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一個生日啦 然後剛好也有 有順路就是可以帶 爸爸媽媽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住的地方啦 因為他們也一直很好奇說 啊到底搬到哪去 然後跟小朋友的學校 到底有多近 對他們也沒有上來看 然後我們也接下來 兩三個禮拜也比較忙 也沒辦法回到娘家來 對 所以你就剛好見識 帶回來 帶回來生日禮物 哈哈哈 借的 給我這個驚喜 然後可以帶爸爸媽媽去台北 走走 雖然只是很短暫的幾個小時 快閃啊 快閃 真的快閃 長輩快閃欸 很難得吧 很難得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有感動到就好 還是祝福你 天天都能夠開心快樂 好 但重點應該是我 好啦 大家就這樣 互相一輩子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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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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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